Hello 大家好,繼續回到Colomong的 上次講的考試,終於在這個圖書館考完試了 然後我發現我看這條影片的樣貌不同了 然後我馬上撿一撿,原來是穿了一個非常噁心的裝扮 讓大家看看 我裝上來給我看,好像道具吧 看這裡,戴一個眼鏡,超噁心的 戴了不知為何,樣子像鴨一樣 好,我現在年輕人,戴褲這麼噁心的眼鏡 完全不入流 好,我們可以繼續劇情了 上次應該是講到... 啊,可以回去那個研究室 研究室,這裡好嗎 應該搞定了 好,完成了這個手套,精華收集器已經安裝可以使用了 你安裝到你一個無快的力推,算是一個朋友 當你是一個朋友送給你,升級後的手套 即是可以推石了 推那個木,上次有一個木攔住某些位置,現在可以推了 你可以用幾個無快升級 現在安裝給你,這個是可以被你貼著的力量 你可以推開一切你面前的東西,譬如木頭或石頭 那F-C就可以擊活當前選擇,可以選擇不同的無快 要在後院裡試一下 OK,行了,沒什麼特別,現在去試一下 哦,真的哦,可以推到這麼遠的 這隻東西是要殺的了 Biddle Biddle 不是哦,我以為是要殺的 F-C試一個按鈕就可以退開 普通旋轉球,得到了新的道具 OK,試完是不是可以走呢 好 我們先回去之前曾經在你的圖中有一個木頭 我們回去退一退 本地貝斯的訓練師中心 這個翻譯真的是 我們這個貝斯是這個訓練中心的人 這個訓練師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好,以前有一個過路的訓練師流了很多流流蟲 但他們攻擊性越來越強 進化成這個風的時候直接從我們遠之風飛走 他們現在成為全村的禍害 這是我的責任,甚至闖入大家的家當中 現在唯一一個訓練師可不可以幫我擺脫這六隻 什麼叫擺脫這六隻,不太明白 這個是什麼來的 我一直都... 有封查...哦,這裡嗎 好,再看看而已 要回血了,我的精靈忘記了 一邊解決這個密封,一邊就... 推個木吧 這些應該都要打的 那就對了 別租別租 八咧 他又 燒他 十滴血 再燒吧 這個比較少了 還是一樣 還是9滴血固定了 應該不會吧 他的數值好像應該會變的 他會有變化,有變數的 哦,連星兩呢 我們很快將會迎來 我們的禦三家進化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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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好像是一開始 回去吧 不要緊 光照公園 這裡 有毒氣味 蛋白氣味 充能氣味 不知道是什麼 可以幫我完成一些里程碑任務 用來對戰 無端端 成就任務 為何要... 對戰 你贏到我摩 笑死他 一格 已經變得 始終高他太多了 對呀 既然你也有龜 撞他吧 嘩,好痛 撞他一下 光火魚 可以 搞定 下一隻蜜蜂在哪裡呢 是不是這裡呢 有啦 這裡 B組B組 B組B組 現震 他也是扣9的血 16加9 對,27 這個好像扣多了 這個扣多了一點 攻擊增加 他燒傷了 休息可以恢復50%SP 有休息鍵嗎 這個嗎 不用啦 我們就要撞他 咦,我中了毒啊 這隻龜 12呢 剛剛看到有新技能 不知道是什麼技能 這樣太快了 我習慣了不停A 不停A 好,第三隻蜜蜂應該是 我們可以看看我們的新技能 有什麼技能 點燃 哇 哇 原來是燒傷 我以為什麼鬼 現在不算厲害 老實說 它是一個變化技能 不是一個攻擊技能 但是它受 它打我好像不算很痛 燒傷有什麼效果 我好像沒有學到這個 燒傷會不會對這個 攻擊力有變化 看一看 看看 它招技有機會有射 只是造成燃燒而已 開啟 哦 哦 它是選擇技能 它不是學的 它是學的 但是它可以自由選擇用什麼技能 不錯 退 太感謝了 現在腦子終於暢動 我最好回去再練一下如何斬樹 這傢伙斬到 塞住了自己的路 我們找了三隻蜜蜂 左邊有蜜蜂 哦,這裡 剛才後翻譯那隻是不是 可能是 剛才後翻譯那隻蜜蜂 對 炎震 應該兩下死吧 十四打十三 OK 沒事 被毒蜂丟 殺了它 十三滴血 OK 又勝利了 有技能 有技能 特攻 還有血量 速度不加了 速度好像 感覺上它不會怎麼升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是加血好一點 四隻 四隻還是五隻 好像五隻 我記得 還剩下兩隻 OK 好,來到這個後翻譯 我們看看 剛才未接任這個 是否要打的 是要打的 是要打的 他這個應該是火特攻 是吧 看看 我看看 特殊了 這個 特攻 有個箱 撿個箱 鳳凰碎片 這個是用來重新 我記得是 但對於我就不實用 這個 Delly 還有一隻在哪裏 真的在屋裏面 我在想 現在這麼久都 找不到它 在戶外 闖入民居 準備獸死 延進 Bi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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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洗腦 不是 他的叫聲 很洗腦 我的龜好像沒有這些叫聲 Bidou Bidou 十四呢 達成理程碑 會不會進化呢 不會 好,找了所有逃走的風 我應該告訴這個 訓練師中心的背線 25%優惠卷 他們做什麼課金 我成功找到那兩隻風 聽到真是高興 太感謝你 就幫了 我們沒有多少 但我可以給這個惡臭圖片作為獎勵 如果你把這個 給你小隊領隊 可以幫你驅降 啊,OK 即是它是屬於一個 降低雨滴率的一個道具 即是 如果以Pokemon來計 Pokemon有沒有 有 那些什麼哨子 我記得Pokemon有個哨子 可以降低野生精靈的機率 看看一些道具 這個 當持有者未參加對峙 可以獲得一些XP 這個要有 裝給你的旋轉風 這個就是學習裝置 我記得 我直接來低木森林 看看有什麼精靈 這個森林到處都是尋求挑戰的訓練師 你看起來很強 所以應該沒問題 根據手套認出其他訓練師 如果你看到有人戴手套 證明他們是訓練師 可能你想離場這個對戰 如果他們很難打贏 可以打開簡單對戰 這樣當你打敗對手 你可以派出不一樣的Colomon 這個是一個對戰規則 Pokemon都有選擇 好,這是地鼠 上一次見過了 燒他 燒死他 嘩,哪個殺了 一擊殺了 有了 這樣我們的蜜蜂都可以勝利了 有些不一樣的精靈 有些不一樣的 THC 我想我隊應該需要一隻速度型的精靈 這些應該不是速度型 所以我們不要選擇 這隻地鼠可能都像是速度型 我覺得我是時候真的要捉新的精靈 怎麼都要擴充一下我的隊伍小陣 我的小隊 咦,這裡射 精革蛇 第一次見 8呢 這個應該可以成為我的隊友 捱到我一招 毒針 然後撞他 撞擊 應該不死 一滴血 加防 這個也是防禦型 老實說 不太像是速度型 不過我們先捉個先 不要緊 都是搖三下 所以其實完全是 極度相似 很重要 OK 他除了屬性上 和精靈的樣貌不同之外 基本上大部分都很相似 你這個是速度型 不是 嘩 甚麼蜂這麼差勁 為甚麼 血量速度攻擊 嘩,好差勁 他是特攻型 推遲 我去看好DC之後再加給他 有點古怪 這些蜂蜂 我以為他是速度型 每局會脫皮 有30%可以解決這個狀態問題 沒甚麼用 標準 標準 我這個標準是代表他的甚麼 他的個體值 來吧,年輕人 挑戰 主敵 Judy 扭扭蟲 嘩,一擊 一擊只剩一敵月 撞擊 一擊只剩一敵月 噢,這隻就是那天炎火牛嗎 我第一次見 應該不可以燒他 你先試一下吧 作為新手的象徵 我也是照用火打他 沒錯 他是火系 可愛姿勢 撞他呢 搞定 完結 有多少錢 一場 就是升低了 138元 應該不算太多了 好,打完這個應該可以升低了 可以 電流蟲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有些不同 還是新的呢 這個也是新的 好像 要先捉 OK 燒上了 身體強化 這個進化肯定都是成為那些甚麼 我現在身上的蟲那樣 捉我先 沒有 標準 高記者如果接觸有50%被電擊 哇,厲害 50% 超高的 50% 怎樣看能力分佈 沒得看能力分佈 有他吧,不要緊 好 你好 這個 過命中了 過命中 OK 可以 成長7 T-HOT 這隻好像是火系 沒有打重 因為剛才過了命中 可以 燒它 先試一下 7滴血 我覺得燒得死 沒有打重 他這個命中太厲害了吧 降低了 還有我不知道他如果降低了一級是多少 正常Pokemon應該是 命中的話應該是0.6 0.8 不記得了 OK 很多訓練家 這個也是訓練家 那個也是訓練家 很多訓練家 印象中我好像沒見過一隻外表 還是還是見過一隻外表是有點不同 因為他說 曾經說過外表不同的是有機會 不是 外表不同是 會是比起平時的個體值會高一點 即是他的潛能會高一點 咦?這個狗 我這麼想要的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頭 頭有個 有個光環的 罩著他 催眠光波 變化寵 睡覺 睡覺 蒸了沉水 還有他那個 降攻擊我 降攻擊不要緊我燒傷 他睡覺的樣子真的變了不同動作 我的寵 不是很奇怪 用兩次降攻擊 但又不打我 我用特攻 喔不是 原來這隻龜也是同一個動作 我以為他轉了睡眠的狀態 我們沒有 我勝利 我們先看看這隻龜會不會進化 打完這隻應該是勝利了吧 藍絲 新爺 骨背獸 發 他的樣子不太討厚 老實說 他的樣子不太討厚 他的樣子不太討厚 加防 還是加攻 加攻 加攻加打攻 是不是 加攻加防 真是健美 真是健美 OK 179 勝利 武器學 又是那隻雀 一燒燒就只剩一滴 電光石火 高速攻擊 OK 看看他有沒有 進化 我們下集繼續穿越這個森林 各位 拜拜 掰掰 fare 看 還有 按照 按照 nhiều